我們繼續來跟各位討論行政法的法源 行政法的法源分成成文法源跟不成文法源 成文法源有五個 憲法、法律、國際法、行政命令、地方自治規章 不成文法源有四個 習慣法、解釋判例、公法上的原理原則以及法理 那我們講完了憲法、法律 我們現在來看到第三個國際法 這裡的國際法 我們原則上要跟各位談條約跟行政協定 來我們看到我們這邊的內容 國際法作為行政法的法源 涉及國際法在國內法上的地位問題 雖然國際法的法源有很多種 例如條約、慣例、文明國家所承認的一般法律原則 判例、學說、國際組織的決議等等 但是我們在討論行政法、法源 主要在談國際法是在講條約跟國際慣例 那我們這一邊除了條約之外 其實我們還急於行政協定 為什麼會急於行政協定 那當然是因為我國現行外交上的窘況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此外基於我國目前外交實況 非官方准官方協定 我們也把它列入國際法之類 而認為成為行政法的法源 加以討論 再跟你強調一次 4-329是因應我國外交窘境 把行政協定解讀為條約 來各位同學 一般所謂的條約就是指條約或者公約 但是麻煩你注意一下 因為在台灣地位很讓人家質疑 在國際社會上很多國家都只承認中國 而不承認台灣的國際地位 所以很多國家只有跟我們有經貿往來 但是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我們在這邊沒有辦法跟人家定立條約或者公約 在這種狀況之下 只能透過一些民間組織來定立一些協定 我們就是因應這種狀況 把協定解讀為條約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4-329 這個是民國82年12月24日所公佈的 解釋真點 憲法上的條約意涵為何 何者因送立法院審議 來我們一起看到 憲法所稱之條約 細字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 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 如果用到條約或公約 那就表示 這些國家或者國際組織 他可能承認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 但是如果不承認台灣可以作為一個國家地位 那他可能只願意跟我們簽協定 那在這裡用協定名稱 但是內容如果直接涉及國家重要事項 或者人民權利義務 且具有法律上效力者 那是用條約還是公約或者是協定 那都沒有關係 我們都認為是憲法上的條約 所以簡單來講 不要看書面協定的用語 不要看他的形式 形式上可能是條約公約 那當然是憲法上所謂的條約 但是就算書面協定 他是用協定兩個字 我們一樣看他的內容 如果內容是牽涉到國家重要事項 或者跟人民權利義務有關 具有法律上效力 當然也可以把它當作條約對待 可以嗎 如果是條約 當然要送立法院審議 這個是我們先行跟各位說明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這邊的國際法 我們除了條約之外 我們還要討論行政協定 這裡的行政協定 也有可能就是四字三二九 所認定的條約 可以嗎 所以現在的條約 不要單看形式外觀 不要單看他的用語 還要看他的實質內容 我們要用實質內容 來判斷他是條約 還是一個單純的行政協定 好 那如果是條約 條約可以作為行政法的法原地位 方式有三 第一個可以直接作為法規加以適用 例如兩國間為了避免雙重磕稅 所謂的條約或者協定 或者為了要引渡犯罪分子 所謂的引渡條約等等均訴之 好 第二種制定法規 使能將條約或者協定適用於國內 例如貿易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對外貿易談判所簽署之協定或協議 除屬行政裁量權外 因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議決 第七條第四項規定 協定或協議內容涉及現行法律的修改 或因另一法律定制著 需完成立法程序使生效力 所以要求另一立法程序完成轉化 還有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施行法 這裡你可以看到民國98年3月31日制定 你可以看到立法目的為了實施聯合國1966年的第一個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二個即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以下合稱為兩公約 你可以看到對死刑犯 免除死刑 常常就援引這兩公約 那你要注意下第二條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而且你要知道 我們已經有正式的施行法 所以兩公約 當然在我國會產生法律效力 可以嗎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的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好 還有104年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 這就是我們第二種 需制定法規使能加以適用 當然還有第三種 國際法制原則 經司法機關採用 並作為判決先例者 當然意為間接法源 為什麼 因為國際法的原則 如果經司法機關採用 那你就知道 要嘛我們就當作判例 要嘛我們就當作公法上的原理原則 這是一種不成文法源 好 那我們來看到第一個條約 構成國際法最主要者為條約 那我們這邊的意義 注意條約在國際法上的含義甚廣 包括多邊及雙方的公約 條約 條約 議定書 注意行政協定 書 形式上用行政協定 但是你要注意 涉及國家重要事項 或者人民權利義務 具有法律上效力者 那即使名稱用協定 異屬我們這一邊所謂的條約 好 那宣言也屬之 那如果今天我們認定它是一個條約 那它的效力位階等同於國內的法律 那如果等同於國內的法律 那我們發覺條約跟國內法律所規範的事項 產生相衝突時 哪一個效力應該優先 就是我們下面這個問題 條約與法律抵觸時應如何適用 請問 請 好